英文 英文 如果意思多意不好 英文絕對不會太好 我們再看一下這些字 Arch Arch 你會想什麼意思 一般可能想拱門 拱橋 這個半圓形的 是沒有錯 拱門、拱橋、排樓這些 是沒有錯 可是萬一你看到一個文章 它好像不像是門 不像這些東西 好像人體的器官 它形容一個人 它可能就講那個腳掌 當然這邊是寫腳掌心 或足背 反正就是因為拱起來 腳那個 因為那個腳有一個弧度 就整個腳掌那個弧度 它是從拱門那邊過來的 就是拱起來 所以它就是指那個腳 就是整個腳掌 我們講腳掌比較好 包括腳掌心 包括足背 它是腳底 另外它也可以當動詞 就變成一個弧形 它是Arch 你像Archery 像那個弓箭 射弓箭 或Archer 弓箭手 它的弓箭也是一個彎曲的 就是彎曲的意思 也可以動詞 變成半圓形的弧狀 弓形狀 Architect這個字 看起來也不難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Architect 建築師 不難嘛 這個字啊 會啊 有會啊 建築師 可是 如果外國一樣寫文章 它就是跟建築師 不一定 不一定 這個 一樣 比如說 Well I know the man who is the architect of that record 或者是 He is the architect of this plan This program This project 它不一定是建築師啊 它就是它是一個締造者 創造者 它是公司的創造者 它是我們的計畫創造者 它是我們這個 什麼樣的 或者一個紀錄的 紀錄的創造者 就它從建築師過來啊 所以每個字啊 它這個一次多一啊 都有個比較原始的意思啊 Architect 它應該是原始的意思 是建築師啊 但建築師就是 就地造者 創造者 它創造一個 當然蓋房子也不是建築師在蓋 它是畫圖啊 在設計啊 反正它也可以是 地造者 創造者 就跟建築物沒有什麼關係啊 Area 一般我們講 地方嘛 這個地方那個地方 這個字太簡單 四個字母誰都記得住啊 Area 但是它除了是地方 地區啊 區域以外 它也可以是一個面積啊 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面積多少 不是說這個地方啊 就是你要計算 這面積 這面積跟地方不一樣 也可以說一個領域範圍啊 或是一個special area 你的專長在哪裡 而且不是跟地方無關啊 跟面積也無關啊 所以它等於有三個意思啊 最常用就是地方嘛 可是它也可以當一個面積 也可以當作一個領域 一個範圍啊 像維基百科叫公有領域啊 它也不是一個真的地方 而是一個 它有點抽象的意思啊 像argue這個字也是 一般人 都會常常被誤導啊 因為argue我們沒辦法吵架嘛 they are arguing the couple are arguing 這個夫妻在吵架啊 但是有的時候說 I argue that my theory is completely correct 你就不能說我主張 我不是說 不能說我在爭吵 爭吵說我的 我理論是對的 你要說我主張 當然這個主張跟堅持有點像啊 就是我堅持啊 我的理論是對的啊 或者像主張 I argue that people in the world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 我主張人類應該生而平等啊 彼此平等對待啊 你就可以主張啊 那這樣一個證明啊 他主張跟證明有點不一樣 主張是還沒有證明嘛 我只主張一個想法 主張一個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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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理論啊 他證明是對的啊 and he finally argued that his theory is correct 他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啊 所以你看他不只是爭吵啊 他還有那個主張啊 堅持要證明這些意思啊 像這個有時候說 科學家證明啊 愛因斯坦理論啊 是對的啊 所以這個很討厭啊 他有好幾個意思 哦 一般就守備嘛 問題不大嘛 那比如說 I sit on a chair I sit on a chair 就不是 不是守備的啊 就是 椅子的扶手啊 有的椅子沒有扶手 有的有扶手啊 椅子扶手 他就不是守備啊 他就不是人了啊 B 鑽物啊 起重機啊 他那個長巢的背啊 我的起重機脫掉機啊 甚至大樹 這就是有點像手背的啊 手背啊 那個 起重機是 Queen 就是赫啊 Be the honor the queen is fallen from the town building 這個起重機的懸背啊 居然大颱風啊 從高樓上頂樓上掉下來啊 以前台灣真的這個新聞 真的掉下來啊 還好沒有牙齒啊 一種癌患的東西啊 B 狀物啊 它也不是守備 它甚至也可以講是 權力啊 力量啊 這當然少用一點 但是 一些文學的作品 或者小說 它有時候就會這樣用 那你就看不懂啊 你用守備啊 或B 狀物啊 扶手啊 還有衣服的袖子 因為袖子是守備嘛 造主守備啊 也可以當力量 OM也可以當動詞就是武裝起來 就是身上戴著槍啊 手槍啊 彈藥這些東西啊 然後也變配備 所以OM這個字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單純啊 那加一個S呢 這個OM一般我們剛剛說的 一般主要是想守備啦 這些一大堆東西 加一個S呢 就變成武器了 這跟手沒有關係啦 當然也是 來源也是說 武器嘛 通常是手在拿嘛 你不會腳在拿 牙齒在拿嘛 對不對 所以手 持有武器 槍啊 長槍短槍 手榴彈啊 什麼火箭筒這些 手上 S就代表複屬啊 不是很多手 你不能看成很多手背 不是 它就是一個字 ARMS 不是 當然 像這樣是不是很討厭 也有可能是好幾隻手背 所以很多次你要看上下文 但是它單獨一個字 看起來跟手背 沒什麼關係的時候 還有武器 然後很妙啊 像那個歐洲人他們都有徽章啊 My head on the shoulder 他的肩膀上啊 有掛著一個徽章啊 土灰啊 這些ARMS啊 也給大家徽章 所以這個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外國人寫了句子 一寫到徽章 你就想到手背 很多手背 那你就看不懂啊 或者你程度不錯 這樣 這是武器 可是它又不是武器 違章 你說它身上掛著武器 然後當然也有道理 你說 它肩膀上的 這個有一個ARMS 它是用布料做的 那就不對啦 武器不可能是布料做啊 就是違章圖章 ARMS一般本來是 最早是陸軍 因為最早沒有空軍嘛 海軍也比較少 都陸軍上啊 後來也演變成軍隊啊 所以一般美國人 比如說看外國片啊 John John The Army 那最早是參加陸軍啊 但是現在不一定啊 那這邊ARMS 變成 陸海空都是 就像ACTER ACTER本來是 男演員啊 但後來也變成啊 男演員都ACTER 但精確講 女演員應該是ACTERS啊 那軍隊啊 通常有很多 後來也變成大批啊 那有時候說 an army of people arrive in front of my house 一大隊人 那這不是軍人啊 就一大隊人 或一大隊BIRD BIRDS啊 這些都可以啊 布料軍隊大批啊 arrange這個字也是挺麻煩的啊 比如說他本來arrange 我們說安排嘛 安排行程啊 安排什麼事情啊 這個是沒有錯啊 一般人可能這樣認為啊 那他也是整理啊 布置啊 布置整理啊 大概安排不 一個是協商 一個是計劃 另外一個特殊也是改編 改編了 把劇本啊 改編一下啊 改編音樂 所以他不是只有安排 還有這些其他的意思啊 這期強制